哈喽大家好,我是老三 近几年呢,有很多的朋友都进入到这个养牛的行业当中来了 但是呢,我发现有一个问题 有很多的新手养食朋友 对养牛的那个最基本的基本功都不懂 所以呢,在养牛的过程当中呢 每年都要花费很多不必要的开施 那么养牛什么是最基本的那个基本功呢 我们这期视频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在养牛的过程中呢 你那种最简单的那种牛如果得病了 你最早要懂得如何去判断它是得了什么病 还有呢,就是你在养牛 你必须一定要学为自己去给牛打针用药 大家都知道,在养牛的过程当中呢 牛生病这种是很常见的 再说了,就算牛不生病 这个牛呢,你每一年都要打那个预防啊 那个疫苗啊,或者是打那个蛆虫的啊 有时候呢,你也欣赏要给牛打针的 所以说你要养牛,你就要必须学会给牛打针用药 如果说你不会给牛打针用药的话 万一你的牛有什么事情 你叫个你们当地的那个兽医过来给他打针 动不动就是几十块钱一百块钱啊 其实那个兽药都是很便宜的 比如说那个牛发造感冒咳嗽的啊 有些药都是很便宜的,有时候就是那么几块钱或者是十几块钱就能够试得好一头牛的 如果说你要请个兽医过去给你那头牛用药的话 你不花费个几百块钱可能都试不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那种医人的医生或者是医动物的那种医生都差不多一个样的 他来给你嫁药的话,就是给你那么下那么一点点药 非要拖你试个几天才能试得好的那种 如果万一你运气不好的话,请到的是那些兽医的话 很有可能都把你的牛试死了的不一定 反正医死了,他也没有试验的 搞不好他可能还会跟你说 你这头牛试疗的太晚了,错过了最佳的试疗时机 你不懂的话,你还以为总是怪自己买到的是病牛回来 有很多的牛死亡的原因,并不是说你买到病牛回来 而是呢,是给那个用医给医死的 所以说呢,你在养牛的过程当中呢 你必须要自己学会给牛打针用药 如果你自己学会了给牛打针用药 一年下来,你也可以携成了不少的没必要的开始 大家觉得老三说的有没有道理?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点评留言 好了,这季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与事实